我們... 靜靜分享到最深的地方 愿你的生命 凝静温暖如海洋 欢迎全球的观众朋友准时收看英元小剧 我们非常期待在这个时刻与大家见面 在今天节目当中 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中国美术史 请到的是艺术工作者江勋江老师 在今天的中国美术史江勋老师 要我们介绍的是青铜时代 我们在中国美术史的系列里 最早介绍了石器 人的手跟石头的一种造型的关系 那经过了几十万年 那么到最靠近我们的一万年 它才发展另外一个东西 就是做陶跟泥土的关系 那么做陶的时候 泥土加上水还要加上火 火在烧的过程当中 会有新的物质出来 就是铜 我们知道铜是存留在矿土里的东西 那这种原始铜 有时候会被人类发现 可是人类不知道那是什么 要等到火去烧它 而且烧桃的技术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 火温越来越提高以后 发现了铜的溶点 就是如果我们今天 把我们电线里面的那个铜丝拿出来 我们在家里烧 你都不容易发现铜的溶点 因为铜的溶点很高 所以它一定是烧桃的这个火温 高到一个程度 发现这个铜融化了 融化了以后很意外的 它就附着在一个桃的表面 然后等到冷却以后 发现怎么有这样的东西 然后它就把桃上面雕刻的纹 就印在铜的这个上面 它就发现了铜 所以铜是一定是在桃 到了最进步的状况 才会有铜出现 可是铜并不等于青铜 什么叫做青铜 把红铜加上一定比例的 其他的金属像锡 加进去以后 增加铜的硬度 才叫做青铜 那么所以距离现在 大概四五千年的时候 夏朝出土了一个酒杯 这个酒杯我们叫做绝 那这个绝非常的漂亮 你可以看到有一个 很长很长的流口 这个流口就有点像 我们今天的吸管 因为当时的酒 有点像我们今天的酒酿 所以它有很多的沉淀物 所以它在这个地方 有两个东西叫柱 绑了一个纱布的网袋 所以它可以过滤这个杂质 可是还是有些杂质出来了 所以它让流口很长 所以我们喝到的那个酒 比较纯粹是一体 不然的话一口都是渣子 所以它就设计了 这样长的流口 然后跟这边的产生一个平衡 然后一个细的腰 底下三个竹 三个竹底下是有小小的火 可以温酒的 就是当事人很讲究 酒冷了不好喝 所以底下要 有点像现在一个小酒精灯 它底下一个小小的火 在温这个酒 所以我们看到这是酒杯 同时也是温酒器 那么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 慢慢就开始有了 这一类的青铜器 那它叫做绝 我们注意这个绝就是 公绝的绝 伯绝的绝 就是绝位的绝 因为那个时候就开始 社会有了不同的阶级 就是你的面前摆起个酒杯 代表你社会的身份跟地位 公绝的酒杯跟伯绝 跟子绝 它是数量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叫做绝 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看到 到了青铜时代的时候 跟陶器很不同 我觉得陶器的时代 人相对讲起来 就是比较最初的农民 所以他们比较平等 然后比较像一种村落的文化 然后相对讲起来 战争也比较少 比较和平 等到有青铜时代的时候 我们看到人类的文明进步了 可是战争也比较多了 而且战争比较残酷了 为什么 因为在青铜之前 打仗打来打去 也不过用石头 把人家头打破啊之类的 可是青铜开始有刀子 有很锐利的刀子 所以我们看到到 夏朝 商朝 周朝 我想大家知道 中国第一个朝代 就是夏代 就是Dynastia的观念出来 有一个帝国了 是有青铜了 所以我们刚刚看的绝 跟现在看到的顶 都是等于是 亡国时代的作品 那么之前 做陶的时代 都比较像农村 其实没有什么国王啊 什么不得了的 这种社会阶级 可是等到用青铜的时候 因为青铜的制造 需要非常非常多的人 我做陶 我一个人就可以做 我有一个鲁轮 手拉胚 我就可以做陶 青铜不行 因为青铜要采矿 要冶金 它有很大很大的铜山 然后很多的 被抓来的奴隶俘虏 来练这个铜 那么这个铜做出来以后 一个大的顶 然后要抬的时候 要很多人抬 所以它就开始有了 社会的阶级 也有了一种 不同的一种 社会组织的状况 那我们看到 夏朝出土的一个顶 这个顶 其实用最简单的话来说 就是我们现在的锅子 我想在闽南语里面 还有Dyn这个字 顶边做 其实保留了最古老的中原音 就是它就是用来烧饭 烧肉的一个锅子 那么这个锅子 是大家一起用来吃饭的东西 那上面有一个顶尔 有一个木棒穿过去 可以两个人扛的 因为这个顶很重 青铜很重 底下有三个角 所以底下可以烧火 可以烧火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样的顶 代表了老百姓吃饭的锅子 那么最后变成什么 变成说一个统治者 一个皇帝 他要摆九个顶在他的面前 那么什么意思 说我做皇帝 我保证你们都有饭吃 所以我摆九个顶 所以我们说一言九顶 意思是说 我能够做皇帝 是因为你们都有饭吃 那如果你不能让你老百姓有饭吃 老百姓就会把你推翻 所以那个顶 这个字 其实很有趣 就是它其实代表说 我作为一个统治者 我的保证 那这个顶最早不是青铜做的 我们看到 在新石器时代 就有陶顶 黑陶做的顶 它就是一个锅子 我们看得出来 底下三个红色的部分 是把它架高的 为什么要架高 因为烧火 我想我们在野地露营过的朋友 都知道说 如果你要在野地里烧饭 你的锅子底下 要三块石头架高的 然后中间才能生火 所以这个很明显是烧过火的三个族 所以它是一个黑陶的顶 那么之后才演变成青铜来做 所以也许有一个观念应该让大家知道 就是说青铜到底怎么做出来 当时怎么做出这个顶 我们知道说 它必须要用陶土 先做一个内膜 再做一个外饭 就是我们现在讲膜 饭生的膜跟饭 里面有一个膜 外面有一个饭 那么合起来以后 中间有一个空隙 我就用比较简单的方法来 比较容易懂 就是说 你现在如果家里有碗 你就拿一个大碗 里面套一个比较小的碗 大的碗跟小的碗中间 不是有一个空隙吗 好 它就把铜烧融化了 变成一体了 然后就到在这个两个碗中间 那里面那个叫膜 外面那个叫饭 然后冷却以后 我就把里面的膜 跟外面的饭都打破 它就有一个铜的顶出来 这是一个制作的方法了 所以我们知道磨饭 这两个字到现在我们还在用 磨饭是什么 磨饭就是说你上面有什么 铜就会出现什么 所以磨饭是一种牺牲 就是它完成了铜器之后 它自己就要消失了 所以淘磨淘饭 就是拿来制作铜器的 有点像现在我想 搞金属的朋友一定知道 金属的东西叫开磨 还是用同样的方法 去开磨 然后做出这个青铜器 所以青铜文化 从绝到顶 都是民间最普遍的一种用具 就是绝就是酒杯 顶就是锅子 然后慢慢慢慢它越来越复杂 因为生活讲究了以后 它就有很多不同的器物跟工具 比如说我想 你到现在百货公司里看到 有的人比较讲究的话 刀子都有各种不同的刀子 切肉的刀子跟切菜刀子都不一样 可是最早的人类很简单 我们记得那个石器时代 就是一把斧头 什么都用它 那后来就慢慢分了 所以我们看到后来 青铜器出现一种造型 我们叫做甲 就是两个口 一个宝盖 底下一个斗这个字 甲是什么 甲是一种底下有三个胖胖的竹 那底下可以烧火 那里面装的是一种酱类的东西 因为它上面有一个流口 就是说底下加火烧热了以后 里面这个酱料就可以拿来倒在肉类上面 所以我称呼它为 就是我们今天比如说吃牛排 有一个黑胡椒酱 或者是什么蒜料的酱 所以你可以看到底下烧火 这边有一个把手 那么把这个酱料放在里面 然后利用这个流口或者喷口 把它倒在这个肉类上东西 所以你看到生活上越来越讲究了 那个讲究就是说 我吃一种东西 一定要有固定的调味料 而这个调味料还不能是冷的 要随时加温的 加温了以后才加在我的配料上 有点像说我今天要吃碗面 我旁边有一个杂酱 调杂酱的东西 然后再就是姜汁倒上来 所以这个叫做甲型器 所以我们看到它的造型的复杂 也证明到了青铜文化的时候 生活的讲究越来越高 那当然我们知道 其实这样的东西在当时的社会 大概都是贵族在用 一般老百姓大概都在用陶 其实到现在我想都是 你有时候到中国的北方 你看到民间其实没有什么金属的东西 大概都是用陶的这个东西 你再喜欢墓地КА 你现场是花开时候 路是胭脂出头 爱花且隐情相守 莫让花儿消失 这正是月圆时后 明月照满西楼 喜悦且隐情相守 莫让月儿溜走 死者半两尘美景 死者半明愁 成功 但愿化成好 月长远燃长江 死者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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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死者伴两城北京 死者伴两城北京 难养花成后 月长远然长久 那么我们也看到这些青铜器上 刚才大家注意到 顶啊甲上面都有一袋的寿面 我们已经解释过寿面 什么叫做饕贴 那我们现在用拓印的方法 让大家比较清楚 就是你可以看到一个动物 可是如果你不仔细看的时候 你会觉得 这就是一个图案 可是我希望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这是一个动物的眼睛 它的瞳孔在这里 所以很明显是一个眼睛 然后它的头上有罐 然后身体 有一个尾巴勾过来 有一个尾巴勾过来 然后你看它前面还有一个爪 有一个小小的爪这样 所以以比例来讲 它其实是不合理的 就是说怎么这个动物眼睛这么大 然后这个身体这么小 可是因为当时的人就是图腾 所以它是把图腾 我们一直提到图腾是 它有一个蛇的概念 或鸟的概念 或者牛的概念 以后它把它拆开来 重新再组合一次 有点像现在的卡通 现在画卡通或漫画的方法 所以我一直觉得 这样的造型跟图腾 其实非常可爱 因为好几次我试过 就是一个小孩子看的时候 它会非常喜欢 因为它其实有点像 儿童话的观念 比如说我们讲到说龙吧 龙后来变成青铜器里 常常出现的一个造型 我们曾经谈过 龙可能是蛇 慢慢演变过来的一个东西 可是大家看到这边 如果有一个蛇的头 我们会发现它的身体 有两个 所以大家觉得 怎么是一个蛇的头 然后有两个身体呢 可是它可能不是两个身体 因为我看到这个铜器的时候 那个头是凸出来的 然后身体在 这个青铜器的两边绕过去 它其实意思说 我们的身体不是有两边吗 从左边看有一边 从右边看有一边 它把两个平面都画出来 我不知道我讲得清不清楚 只有儿童画会这样画 就是我们大人以后 我们不会这样画了 那儿童很天真 他们觉得左边有一个身体 右边也有一个身体 所以它就会画两边 所以我们都觉得是 一个头两个身体 可是事实上不是 它是一个立体的概念 就是身体的两侧的那个概念 所以我们把这些青铜器里面的 一些花纹文饰 把它拓映下来 你就觉得那个造型 非常的自着 非常可爱 就是人类在美术史的初期 它有一种儿童的那种天真烂漫 它在看待事物的方法 跟我们今天在美术上 已经概念固定的方法 其实非常非常不同 所以它可以千遍万化 你可以看到这里 好几个不同的龙的造型 你可以看到这个龙的造型的变化 它就是一只脚 一个尾巴翘起来 那其实很卡通 那我会觉得这样的造型 如果对今天从事设计 或者美术的朋友来讲 其实是非常好的灵感 因为我觉得我们今天观察动物 没有像当时的人类这么的天真 就是它有一种好奇 因为你注意到孩子 如果你带他去一只动物园 他回来以后 他会把他所有看到动物就画出来 可是他跟大人拍照的那个像 不太一样 是他自己记忆里的长颈鹿 是他自己记忆的大象 比如说我看过很多孩子画大象的时候 他会特别夸张那个鼻子 他画长颈鹿的时候 会特别夸张那个脖子 因为对他来讲 记忆里面有一个是重点 所以他就会把那个部分夸张出来 所以这是图腾的艺术史上 最有趣的这个部分 那它不是写实 它反而是局部的某一种放大 某一种放大 所以青铜器慢慢就到 从夏代到了商朝到西州 慢慢慢慢演变 每个时代有一个 每个时代不同的一些变化 比如说我们看到 有一种造型是大家很熟悉 就是菇 菇是一个牛角的脚 然后一个瓜 西瓜的瓜那个是菇 菇也是一种酒杯 这个酒杯很特别 其实它带了装酒的部分 直到中段的部分 下面都是一个装饰 底下一个底座 而且里面常常是空的 那我在上海看到一个菇 非常特别 它底下中空的部分 挂了一个铃铛 所以意思说 这个酒杯在喝酒的时候 会有音乐的 就是我跟你敬酒 放下来 那个铃铛都会在底下震动 就会有声音出现 所以我们会发现这些酒器 同时也兼具乐器的功能 就是它开始越来越精致 可是我们刚刚提到说 这个时候的金属工艺 青铜工艺 下伤大概是全世界 金属工艺最高峰的状态 西方到现在都觉得 它的那个金属制作 是迷人的不得了 因为我们讲过说 青铜并不是全部是红铜 如果我们在那个电线里面的 那个红铜丝 你拿出来没有办法做器物 因为太软 所以它一定要加入锡 锡比较硬 合金 所以青铜是一种合金 那么这个合金的比例 在古书里面叫锡 整锡的锡 这个锡是说 好 如果我要做刀子 我希望它比较硬 所以我用配方上是4比2 就是四分的铜 两分的锡 如果我要做酒器 我不需要这么硬 我是五分的铜 一分的锡 这个比例是准确的不得了 而且古书里面 考工技里面讲的非常明显 那么现在的科学家 就从青铜里面 抽出一部分来化验 发现完全是对的 就所以意思说 其实这个青铜 等于是那个年代 夏商周的一个重要的高科技 就它已经掌握到 最高科技的某一种产业 配方上完全准确 所以我们当然美术史上说 它的造型很漂亮 它可以掌握那个很美的这种弧线 这些东西 可是这里面还有一个东西是 产业本身的进步 本身就可能是一种美 还有大家可以注意到这个菇 这个地方就有一袋寿面 好 我现在点出脸睛 两个眼睛在这里 所以它的身体变成一个花纹 所以不仔细看的时候 你不太会注意到 这里有一袋寿面 就是图腾的文化 还继续延续在这里 所以大概图腾的这个遗留 在中国美术史上 一直到西周 东周 可能东周就是春秋战国的时候 慢慢人的造型才出来 所以它是非常晚 同一个时间 埃及啊 还有美索布达米亚 希腊 人像都在发展 可是中国的人像发展得非常晚 大部分就是动物 因为动物是氏族的图腾 就是代表部落的整体性 所以我们讲龙的传人 这个龙不是哪一个个人 这个龙是整体 是一个族群 一个民族的共同符号 所以它才会有一个 特别强大的意义在里面 是 好精彩 感恩蒋老师 谢谢 为我们介绍青铜时代 谢谢 谢谢蒋老师 我们的节目时间到了 非常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更要感谢的是蒋导播 与大一电台现场 所有的工作人员 音乐音小聚 我们下次再一起感恩 谢谢 感恩蒋老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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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们全都是龙的专人 去龙脚底下我成长